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9毛的认错之片子认错 1962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折点 1月11日到2月7日 毛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 共7000多人所以又叫7000人大会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书面报告和讲话 这次的7000人大会讲话 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出作国家主席 毛仍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事先曾曾请毛批阅 毛说他不看 毛说他这个会要民主 让各级干部按自己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 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毛小刘先将讲话作为底稿 再根据与会人士的发言 整理出一篇报告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 刘拒绝接受毛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 导致参年饥荒 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 强调天灾是一片 人祸是一国 要记取这个教训 此外 刘讲到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并反对大跃进的又轻机会主义的领导 和地方干部 有方案平反的机会 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为此很不满意 毛在会议后跟我说 开会不讲阶级 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脱离这 讲什么天灾人祸 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 就是灾难 但许多业会干部 都同意刘少奇的看 法 中国现况如此惨淡 大家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 七千人大会开了一个多月 毛只是在大会开幕 即刘 邓 周 林大会发言时 出席大会 其他如小组会等 他都没有参加 他没早起床后 就到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 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下 开小组发言简报 基层干部终于揭开大跃进的假象 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 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压力下 掀起一阵浮夸风 浮躁忙进 以免被戴上右派帽子 上面给压力 下面的基层干部不得不讲假话 结果下面人承担了错误的大半责任 七千人大会刚好给这些基层干部发牢骚的机会 将这三 四年对党领导的怨气发出来 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 表示会议开得很好 很成功 这句顺口溜有四句话如下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两干密西 两顿干饭 一顿稀饭 马列主义 并没有人将毛头直接对着毛 大家主要集中攻击大跃进的政策 但谁都知道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块豪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路线是毛提出的口号 批评政策无意是批评毛 毛对发言简报大为不满 他有天跟我说 该改成白天出气 晚上叹气 两干密西 完全放屁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七千人的大会 大家批评的很多 已经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 不得 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虽然没有人敢敢叫毛自我批评 但毛转而把此作为一种政治策略 毛急厌恶承认错误 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 在1960年 毛与蒙哥马列的会见中 我第一次听到毛坦率的承认 自己犯了许多错误 毛说 我们对战争有了不少的经验 可是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建设 没有经验 办了许多错事 犯了许多错误 但在面对党高级干部和中国人民时 毛心理上难以扶手承认 中国的灾难是他一手造成的 1949年解放以来 毛终于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 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 但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 毛在1962年1月 萨日做了以上的讲话 话后随即批评了包产到户制度 我认为毛从未相信他的总路线有错误 附近追悉 我才清晰见到他当时极恐惧丧失 对共产党及中国的控制 即使退居二线 毛仍自视为中国的中心 毛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 是为了考验刘的忠诚度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 毛判定刘有二心 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 不是真在承认错误 只是变相宣称他的天子地位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数的数字 支持毛的人之一 林在2月7日的讲话 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时的心理状态 林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事情出了毛病 造成了困难 总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毛主席意见受不到尊重 或者受到狠大干扰 林讲话后 毛从主席台走回118会议室 一路走一路说林彪的话 讲得多么好啊 要是党内的领导人 都有他的这个觉悟 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听了毛对林的评论 觉得林彪可真是骚着了毛的痒处 与此同时 毛对刘少奇 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发言 表示很不满意 毛召集了陈伯达 康生等人 谈过一次话 这篇讲话太长 只摘录其中一段 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采取的对策 这篇讲话没有发表过 但很重要 毛说现在社会上很复杂 有人提出包产盗户 这就是搞资本主义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才参分天下有其二 有参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 敌人可以收买人 更不要提那些许地主女儿的人了 刘少奇和毛也越来越分道扬镳 刘要给1959年 因彭德怀案而受牵连的人翻案复职 这行动在党内极受欢迎 在七千人大会上 当时我不知情 许多干部暗案认为 肃清彭德怀一案有欠功允 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瑞 刘也许私下赞同这些看法 七千人大会后 四月 中共中央书记 根据中共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 由中央组织部发一分 通知 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 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方案 这份全力加速进行党员 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可避至少70%在把白旗 反右倾 整风整涉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 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 但连流也无法越权为彭德怀平反 当时 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在火车上 毛同我盘到这个通知时说 这个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后 才给我看 我看安子文当时负责平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做报告 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 全都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随后又说从1960年下半年 1961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讲困难 越讲越没有前途了 这不是在压我 据田佳音告诉我 安子文听到毛的批评后 说中央 谁是中央 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 段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 我向他们报告 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 另一个跟毛时不同理念的党领导人是陈云 陈与毛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 毛认为陈是靠右边站的人 两人很少来往 在1961年 陈云就认为 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 而提出要争取时间 分田大户 七千人大会后 陈主管财经工作 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 承送毛月批 毛在上面批了 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 没有光明 此人是店员出身 资产阶级本性不改 一贯的老又轻 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之一 毛以主席身份指控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主席又轻 这种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 田家英下了义无前例的决定 田将林克 把这个批示压下 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 免得以后被拿来用作批斗陈云的材料 林确实没有交出 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 将毛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 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 陈未被撤职 文革中也未遭严厉批斗 但在毛有生之年 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药角 直到1980年 段小平复出后 陈才重返政治舞台 1964年毛去外地 当时的收发文件的秘书 只有林克和徐叶夫 毛只带了林克出去 徐留在北京 徐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 检查了林克的宿舍 在褥子下面 找到了这份文件 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 事后徐对我说 林克这个人不是一座机要工作 这么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 徐也向汪东兴和毛 讲了这件事 由此造成1964年底 林克调出东南海 自此后 徐成了毛唯一的机要秘书 田家英此次没有被牵连 但文化大革命府爆发之际 田是毛的一组人员里 第一个被批斗的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 和听见那些残酷的攻击 我非常庆幸 自已当年没有做毛的秘书 如果我做了 我也会被牵连 我跟汪东兴说 我怀疑毛对其他党高层领导的希望换面 但汪嗤之以鼻 觉得我太敏感 汪说我们不是苏联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向很团结 但我对毛的话听得很仔细 情势正空前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